第414集 七眼观音 那杜老弟这么实诚 我们也不绕圈子了 我想请杜老弟担任唐州分公司的副总经理 可以吗 英康宁问道 哎呀 我只是担心自己能力不足 耽误了英总的事业 那果然是副总啊 杜满山心里有点含糊 不出意外的话 这个职位主要还是负责一个方面的工作 而英康宁看中自己的无非还是金融方面的能力 自己在唐州的基金担保公司工作多年 最大的优势就是和唐州的各大银行的关系很好 汉顶集团虽然是上市公司 自然不是筹资金的问题 但是能不用自己的钱还能干成事 这才是本事啊 也是每个商人梦寐以求的 哎 杜老弟 你不好谦虚了 我想让杜老弟负责唐州分公司的融资问题 怎么样 英康宁果然打的就是这个主意 啊 可以 我会尽我所能的 杜满山松了一口气 融资这一块应该不是问题 而且汉顶集团是上市公司 也是很多银行眼里的优质客户 所以这个工作呢 应该还是不难做的 那好 那既然工作的事谈好了 我们就来谈谈杜老弟的薪水问题吧 英康宁办事雷厉风行 哎 这个问题我有兴趣啊 英总 您准备给多少钱啊 墨小鱼凑过来插了一杠子问他 你说呢 要不然这样 我们两个都不说了 你来说 好不好 你说个数 我们就签合同 怎么样 英康宁看向墨小鱼问他 杜满山看向英康宁 他本以为英康宁在说一个笑话 但是看起来呢 又像是认真的样子 所以心里不禁一动 这个英总和墨小鱼的关系 实在是太诡异了 哎呀 自从我认识杜大哥以来啊 他就在走背子 一直都不顺 要不然你给他的薪水数额 就选个比较顺的数字怎么样 墨小鱼问道 好啊 你说吧 怎么个顺法 英康宁问道 66如何 墨小鱼问道 嗯 这倒是可以 我可以接受 杜老弟 你认为呢 66万每年可以吗 哎呀 英总 这太多了吧 杜曼山确实是被吓到了 因为他在来之前呢 也没有调查过这一行的这个职位 应该每年的年薪是多少钱 昨天晚上想的差不多 也就二三十万顶天了吧 这一下子多出来一倍多呀 哎 小鱼也说了 你这段时间啊 一直都不顺 那就取一个顺的数字吧 就这么定了 老蒋啊 来 拿合同来 英康宁说道做到 莫小鱼见证了聘用协议的签署 一年一签也算是公平合理 等到签完合同之后 杜曼山想去洗手间 蒋宇然引路把他带走了 看到杜曼山出去了 尹康宁问莫小鱼道 这几天有没有时间啊 去哪里啊 莫小鱼很默契地问道 泰国 如果你不是很忙的话 我想请你走一趟 他们猜点很久了 但是我这边很忙 你这段时间也忙得很 就这么一直耽搁下来 但是现在不能等了 我得到的消息是 那一件东西很有可能会被卖到英国去 所以要尽快啊 英康宁说道 是什么东西啊 莫小鱼问道 走 去我的书房里谈 英康宁看了看洗手间的方向说道 莫小鱼起身跟着他一起去了书房 桌子上呢 放着一张放大了的照片 英康宁拿过来递给了莫小鱼 嘎屋白多母 看起来像是宫廷造办处的活 莫小鱼看了一会儿说道 英康宁笑道 我就说嘛 找你是没错的 既然你认识这件东西 肯定能分得出真假吧 而且这个东西意义非凡 根据清宫大案的记载 这个东西很有可能是在八国联军 进北京时 从颐和园抢走的 不知道怎么就落到泰国了 这一次他们要迈去英国参加拍卖会了 清代崇重藏传佛教 作为安抚北方蒙古民族的重要国策 正如北京雍和宫喇嘛说碑文所说的 兴皇教之所以安重蒙古 所系非小 不可不保护之 嘎屋是藏语音译 即奉制护身佛的盒子 盒内除了可以奉制护身小佛像之外 还可以奉制印有经文的绸片 舌粒子 甘露丸 以及活佛的头发 衣服的碎片等等 一般挂在脖子上 或者斜垮于腰间 作为护身之用 一般用金银铜三种金属材料制成 其中以银制嘎屋最为常见 其形状和大小不一 其中男子用方形噶物 而女子则用圆形噶物 藏民外出多佩戴噶物 一方面用以护身保佑平安 另外一方面也是有装饰的作用 白旧度佛母简称白度母 是藏传佛教重奉的21度母之一 因其以身色洁白而得名 但从本源上来看 白度母与其他众多的度母 皆源自律度母 但是也有其特有的殊胜功德 其殊胜功德就是能够赐予众生长寿 是一尊严寿佛母 在印度以及藏传佛教当中 有许多严寿本尊 有些属于无上瑜伽密部 有些属于士部或者是礼部 其中最为著名的就是白度母 尊圣度母和无量寿佛 这三尊合称长寿三尊 在藏传佛教的寺庙当中 供奉十分普遍 那这尊白度母相啊 形象特征与常见无二 他家夫端座 头戴花冠 头顶竖高发际 面形圆润 五官刻画生动逼真 上身不着衣 配相圈 背薄 手镯和壁穿等装饰 胸部双乳高高隆起 下身着长裙 衣纹密集 具有较强的写实感 左手当胸 结说法印 右手仰智右膝 结诗语印 全身共有七只眼 分别是双手双足各一眼 面部三眼 所以俗称是七眼女 这些眼呢 象征他能够关照一切众生苦难 是观音菩萨慈悲本怀的重要体现 而这一次 殷康宁倒是没有说谎 这确实是皇室的东西 而且这还关系着民族的和谐 所以呢 莫小瑜决定 这东西应该回到中国 好 我去 什么时候啊 莫小瑜问道 当然是越快越好了 啊 那后天怎么样 我这边还有一些事没处理完 但很快就差不多了 莫小瑜说道 很好 其他的一切我来安排 我让老蒋和你一起去 不过有一句话 那就是千万注意安全 这一次不能得手 我们还可以等下一次 他跑不掉 但是你和老蒋都不能出事 这是老大哥的真心话 殷康宁嘱咐到 我让你去那儿 你快去那儿 我给你去那儿 你快去那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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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